只要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全部不做任何的情绪变化,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不要跟着一直变化,起谈啊,起财啊,不满啊,嫉妒,占妖,这个没有什么意义。 昨天所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睡醒,通通要放下,什么恩怨是非,走离之间不高兴,兄弟之间因为财产啊,或者是哪一个人啊,跟你过意不弃啊,公司行好啊,老师啊,彼此之间啊,有隔疼啊,或者是哪一个,你通通要放下。 诸位,如果实在是你碰到你坐的对面,啊,那个啊,员工,或者是你所谓的公司行好里面的这些资源,你实在一直忍他,他还是没有办法,那就是退。 再退,再退,没有办法,你就观想他在消你的灾,再消灾,没有办法,就观想,就是说,他在造地的因,在成就我,我应该感恩他。 久了以后,你路路不动,久了以后,他就会自然而退。 你就这样坚持,你也不要去伤害他,千万不要在背后说他坏话,因为你说的那个人,他会去讲给他本人听。 在这个世间呢,讲来讲去都会被互相背叛的,为什么? 众生有时候不小心,他就会讲出来,就是说你特别交代说,这一句不能跟他讲,他连这一句都会讲给他听。 所以从我们口中这样锁得很紧,他重来误会我们,我们的因果也是很清静的。 所以,你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碰到很大,很强大的内境,或者是不可理喻的人,或者是,这个实在很难度过,你就观想,你快成就佛道了。 你快点,你快点,你很快就会成就佛道了,为什么? 他造这个无量无边的恶业战,一直攻击你,一直伤害你,你一直褪浪,还不能解决,那就告诉你,你快成为释迦摩尼佛了。 他这么严重的造恶业的成就,你还不感恩他? 你一定要学会转练,你不学会转练,我告诉你,气到不行,气到挡脑筋,没有人会同情你,那个脾气不好的人要小心,小心了,挡脑筋了,真的,人本来血要好好的,一升就一杀就断掉。 哇,那你麻烦大了,真的,只要一中风,就很难好了。 像我们有那个同学,中风啊,他依了五年,针啊,九,五年了,六年了,碰到死了,哼哼哼哼,我说你这话说什么,哼哼哼哼,依我当针灸一直落,就是中风这样一次就没跌了。 所以为了大家不要中风啊,因为我看你们那个作文都出来,至少都五六十了,血管啊,也是很脆弱了,真的,自己脾气一定要改过,啊,还有那个恨会使人的心的智慧凝结,那个恨啊,看的时候,哦,火很大,一直不想跟他见面,啊,那个,这个恨也不行, 他会使这个心智,巩固在一个无知里面,所以一定要放下,啊,知道,这一切法都是如梦幻泡营,是真心当中是影现出来的,简单讲,你要更有慈悲心,更关爱你自己,其实对人好,其实是爱护自己,你有没有这样的体悟, 所以为了要对自己好一点,千万不要发脾气,不要忌患,不要跟众生,因为他就是众生才这样子嘛,他就是因为他现在是众生,他才这样百般的计较,斗争,他如果是成佛,他怎么会跟你这样搞这个东西,他如果是六足, 不是善,不是一切法本来就空,他怎么会跟你这样斤斤计较,会跟你这样斤斤计较,斗争,坚持到底,就是因为他是凡夫,他的名字叫做众生,所以你要给他更大的宽恕, 对更恶恕,对更恶恶的众生,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更大的宽恕,其实更大的宽恕,就是保护自己的清净心,也给自己日子好过一点,同时,当我们在生气的时候,速度会很快,但是记住,要用最快的速度放下他,也不然,你怎么有办法去改变全世界的人, 活在你的标准线上,你想要,在这个不平等的世间,过一种快乐的日子,你就必须穿一双平等的鞋,平等的鞋,就是什么事情都没有一定的标准,为什么?法无定法嘛,每一个人的时间空间都不一样,我们给他最大的尊重,再退让,再退让,实在真的没办法,宿足法力,他一直要欺负, 你要霸占你的财产啊,伤人啊,那有的隔壁啊,住在这,很恶劣的,很恶劣的,宿足法力,好像前几天报的,你也没有看到, 有一个男重,男居士,他是什么?他去收留那个流浪狗,流浪狗,去收留那个流浪狗啊,这狗狗啊,收留那个流浪狗啊,收留几只呢?四十二只, 大只,小只的狗啊,统统在那里,租了一个房子,公寓哦,就等于我们隔壁洞一样,去租了一间公寓,养了四十几条狗,那是流浪狗,还会继续生啊, 因为这个狗,还没有听那一句,还没有断杀道颜啊,他就一直生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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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只,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 然后大只的,小只的,又明权啊,然后狗啊,就是拉大便啊,叫啊,狂吠啊,狂吠啊,吵到那个邻居,那狗啊,会大便啊, 然后再来啊,下来的时候啊,他们那个钩,钩子底下啊,听说很多的狗的粪便啊,然后那个恶臭啊,蓝纹啊,然后叫到那个隔壁啊,隔壁啊,阿桑啊,都得忧郁症, 因为没有办法睡觉啊,房子又是别人的,他也没有潜力去赶他走啊,后来报警,报警,警察来,消防队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因为人家房子,他这个年轻人是他租的呢,他一个月去租房子呢,他租的啊,是他的权利啊, 人家也不知道说,是租来要养果的啊,他就是养了几十只果啊,如果说这样子,你怎么办? 如果我们这个道场,隔壁啊,刚好那个4V啊,刚好,或者是5V这边啊,针对大殿的时候, 刚好在七楼的大殿,刚好那一间也是住了四十二只果, 哦!你所觉着法术早很明昧哦,他在诵经的时候,那么恨就以大 Kosanili 。 柳成总是不动作低!! 哇!牧羸穿在后长光了!! 等会里得到一支牧羸把它整个开发板。 哇,这没办法试试即滞啊! 真的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是不是怎么 那你说怎么办 房子是人家住的四十几只狗 住在隔壁 刚好面对大便 这个就是很难处理的 有时候活叫就是 有时候你退让 还是真的没有办法处理 就像养狗这样子 那如果你碰到你怎么办 你又不能丢那个毒药给它吃 对啊 很多人年轻人 讨厌的时候 这个狗啊 像去农村 他要去偷那个猪啊 牛羊啊 人家养了鸡啊 六只狗 六只六七只狗 加野狗总共十几只 就在看那个猪 猪疗 还有鸡疗 养鸡场啊 结果怎么样 第二天就看 十几只通通死光光 通通死光光啊 当天晚上 所有的鸡啊 所有的猪啊 全部被赶走了 都被偷走了 用开卡车来载呢 现在不是 抓一只 抓两只 回去自己吃 太客气了 用大卡车来 整个几 几千只的鸡 那个晚上啊 像牵这个机场一样的 一只都没有剩下 连留两只给你吃都没有 整卡车都来 那那些果果十几只果全部都被毒死 丢那个好吃的东西 那果怎么会知道会分别 那里面有毒呢 我告诉 与这个例子 就是说 修学佛道 有时候碰到 很多事情 就叫做很无奈 佛法 有时候可以解决 某一些人的疑难 杂症 困难 痛苦 但是佛法 不可能 目前 解决全世界 所有的问题 因为他一直存在 因为众生的无名不除掉 他就 问题就是一定会存在的 所以 学佛以后 回归理性 回归智慧 给我们更科幻的态度 给我们更真大 更强大的忍辱心 那你实在真的没有办法 诉诸法力 那诉诸法力实在也没有办法 搬家 搬家 搬到随便 以内门旁边 要买什么东西 搬便 隔壁如果住了四十几只 如果说我们四十几只住在 我们隔壁 讲堂这样子 放四十几只 你看 看会怎么办 也不知道怎么办 该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讲堂搬家 开什么玩笑 这里花几亿 叫我搬家 为了那几条狗 那就翻了 翻翻看那个大章经 有没有让他早一点往生的 念念念念 等下再洗几只 念念念 我不安装 你给你洗 我再念念念念 我再洗几只 我真好 我都不不得 真的没办法了 不过花这种心 好像还是不是很好 好难好难 我举这个例子 就是有某些事情 好难好难处理 真的 所以有些佛法 你看 西修不随分别 之心地要门 不随分别 就是不操他 台语讲 你不操他 可是那个羊果的 你不操他 他会操你 一果会叫 所以这个世间 就不是你 他就不会操你 他会操你的 你不理他 他会来理你 这个时候就是真的 要靠忍辱 慈悲跟智慧了 真的 用某些东西 没有办法 用佛法来解决的 用世间法的 真的 有的众生 是真的很可恶的 可恶到 穷凶恶极 佛法没有办法感化他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碰到那种人 那就是做法律 有的优优独播剧场